我们的友台三立新闻有一个报道 他说今年的五月份 有一个条例叫做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 他要修法 那么规定事务官转任政务官 他的年资可以合并计算 因此江一化他出任政务官的六年的年资 还可以再加上他在台大17年较职的年资 退休金可以从原来的200多万 暴增到1200多万 所以这个法条如果修过 这是在江一化任内 如果修过的话 那么许许多多从学界过来的这些官员 他们都会因此而受惠 而且是受非常非常大的惠 那我们就在问一个问题说 这些政务官其实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没有道歉也没有负责 还抚养无愧 这样公平吗 那这样的案子现在在立法院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邱委员 这个有两个法案 第一个法案就是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 另外一个就是公立学校教室员退休抚恤条例 这两个法案 都是在司法法事委员会 司法法事委员会长期以来就是国民党主导 国民党绝大多数 所以他们会排这个两个法案 我想非常不应该了 你排法案应该是要急迫性 或者要恒平性 或者要普遍性 所有的人都可以一体试用 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法案是有针对性 是有个人性 是有特定的目的 当然这目的很清楚 大家会质疑是不是自肥 谁是自肥 当然是这样一话 好你用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 之前没有修改之前 就是他的年资是不能併计 对 那你现在修法之后就可以併计 併计之后他就符合这个所谓退休的资格 他本来是260万 按照这个政务官退职的除金 他可以280万 如果在修法通过之后 好他可以领到1487万 增加了1200多万 这是第一道保险 还有第二道保险 就是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条例 第22条 也是一样同样的逻辑 就是政务跟常务的年资并算 他以前在台大教书 把台大教书那些期间 他又可以并入这个所谓退休年限 加上服役 还可以追溯到2004年 好 这种情况又买了一个保险 所以这两个法案都是在国民党主导的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它军心是什么 很清楚司马昭之心 就是为了这样一话的后路 为了这样一话个人的权益 不止他 你说所有政务官 包括管中民 包括叶匡使这批人以后 都是这么样的 马英九这么无耻的人 他的内阁就找了一堆 比他可以相提并认的无耻的 接着看这些 再看看最近黄世民也是要申请退休 也是爽退 那你再看看 你去把相关的法令找一找 尤其司法界的官员 他们在官官相互这一块 还真的是蛮用心的 因为老百姓都对司法官 司法审判不公有很多的意见 可是老百姓永远处于投诉无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把他送惩戒 你没有办法送 一定要他的机关才能送 或是检评会才能送 他没有代价 简单讲 就跟算命格一样 台湾你没有听过 因为算不准退钱的 所以你要把法官啊检察官 让他有责任的 一定要很多门槛 那些门槛都是他们自己人 你要先到律师公会去投诉 然后他们看了之后才好 那不然送给检评会或法评会 然后那个评会在评了之后 再送给职务法庭 每一道关卡 那个检评会法评会里面 又一半都自己人吗 对都一半自己人 所以跟这个一样嘛 他们这些官员发觉说 那我们的联资呢 用这两个法把它加起来 我们的联资就可以暴涨一千万 那这个法只有他们懂 所以台湾的官员 如果再这样吃百姓 我告诉你迟早有一点百姓 其实这一次的投票 已经是对台湾百姓 被官员吃得不满 其实不完全是反难而已 因为国民党执政嘛 就是官员吃百姓 吃到已经某种反感普及化 就国民党该反省就是 我们一直长期是一个贵族 跟特权的政党 所以小市民就不要你 在这次选举是非常清楚 我举个南投的例子 南投我去帮那个黎明珍拉票 我南投有一些朋友 那他那个条阿咖 还是吴敦玉的装脚 吴敦玉在南投 称为南投王很强嘛 那他那些人当然是投黎明珍 他的小孩就投李文中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投柯文哲投不到 不管就是你看全部 到最后三个月 每一台的新闻跟call in节目 都是谈柯文哲跟联盛文 所以不管往好处想老柯 对民进党的帮助 往坏处想联盛文对全国的伤害 那是无怨否戒的 因为每一台都在播 就是你们看 就是为什么联盛文要出来选 就为什么你的选法 要用蓝绿对决撕裂族群 这个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身为一个国民党党员 第一个最大的单是马英九 我还不提江英话 江英话不重要 他是幕僚长 他有什么重要 他是傀儡 第二个就是候选人本身 联盛文你败了25万票 还让全国败了很多票 所以这第二个要负责任 第三个负责任叫郝伯春 95岁的老人不要管事了 不要再讲黄明珞 撕裂族群这种话 第四个叫联赞 不要骂人家混蛋 你不是一辈子优雅 说你很有礼貌吗 你连你的晚节 你有礼貌 有教养 都晚节不保 哪有啊他骂李登辉 骂宋楚瑜也是不流行的 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 而是这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后来 都从很多的资讯都知道说 你看类似像江一话 这样子图立自己自肥的事情 谁干的最多 以前国民党的这种 党职并公职不够多吗 我们为什么现在财政的负担这么大 而且江一话怎么会是幕僚长 江一话3224的那个血腥 打学生的到现在 他都还没有连出来 找一个道歉 或是交到一个凶手都没有 所以我说的是宪政设计 等于幕僚长嘛 宪政院长 那我请问你 那为什么国民党 现在都没有人敢于这个 武昌起义呢 你们这些男人 都不是男子和大丈夫 我有在讲 你们没有在讲 我有起义 我们一直提出反省 不是他现在 在连胜文的这件事情年初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主张 应该是连胜文 不足以代表国民党 他会对国民党伤害非常大 所以我们的主张 最后证明是对的 不要说我们是对的耶 那现在他败选之后 他一手交给了吴敦英 然后吴敦英现在正在运作 一手遮天 想要用这个 无鬼搬运 或是移花结膜 然后这个混淆视听的方式 去接下党主席 这个党就要交给 这一群败军之将吗 你欧崇敬 其他的这些 国民党的这些人人志士 包括林国正 陈学胜 孙大千 谢国良 你们就不能对党中央 你们就不能对国民党中央 提出抗争吗 国民党中央可以这样子 胡作非为吗 这个党最后就消灭了 在明年底的选举里面 立法委员选举变成泡沫党 然后他们要付出相当大代价的责任 我讲两件事 我也参加过国民党的初选 我们选输连胜赢了 马英九就是矫情坏了整个大局 你知道吗 马英九真的没有黑手 他真的没有帮丁手中 他真的就让他党员投票就投了 民调是丁手中赢一点点 那他就是 他明明心里 他票也是投丁手中 你们看电视照出来 量票 然后他量票是不是让丁手中票更少 也说不定 因为他省望低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你就坚持不要党员投票 丁手中也没用 全国都没有党员投票 台北市有 党员投票显然有利于连胜 我好绑装 财政员搞的 财政员在那边打 我在现场嘛 就凶丁手中嘛 丁手中也没用 就算了 你就站起来 全国都没有党员投票 就台北市有 你们欺负我丁手中 我当场我就退党 我就欺负 他也是这个走 我当时的 我怀疑长期 我回答一个真实案例 我自己发生来回答 我在现场嘛 马英九手上有多少年 在两岸之间 找勾结的东西 2011年那时候选立委 说国民党最后一个选区 甚至要提名我 结果呢 要提名的过程里面 当地的 具有我们很高的党务的 职称的人啊 就对中央提出说 他家有钱吗 但是当时我接到命令是说 你在被提名之前 你完全不可以做任何动作 你也不会告诉你家里的任何人 请他家把每一房有多少财产列出来 然后结果呢 还把他提到中常会去 说你看他爸爸家是哪些人 他妈妈家是哪些人 然后每一房有多少钱 所以他可以有钱 那这里呢 就回答扣姐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说 你妈的烂人不只有在中央里面 因为地方里面有很多人 也是类似的这种 所谓权贵概念 所以最后 当时的料聊语秘书长就说 你们不要再讲了啦 人家家族这边就已经出来 有作家有事务代表 有中央总经理都有了 你们就不要再讲了 最后来你提名了 就你家钱还蛮多就对了 所以就 不是就是 最后就9月2号才听 我只剩135天 就这样活活了 多拖了三个月 就是去检查 我们家族的那个财产 然后叫我列的时候 我就火大了 就说有没有人告诉 我告诉那个地方党部的主委 我现在把他名字讲出来 叫郑庆珍 我说郑主委 对不起 我不选了 你自己选 你在侮辱我的家族 你叫我不准 告诉任何人 我家族怎么会知道我要选 又怎么会知道说 每一房要捐多少钱呢 所以你是不是神经有问题啊 是不是 讲的人是不是神经分裂啊 好好好 那我们下次再回来 我们就不查了 不查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